科指重上8000点关口的时候 短线来看科技股都有很多消息 例如京东有618的大洞 美团更加早段今天带领恒指升超过100点 你如何在科技版块里来说 找一些值得投资的一个个股呢? 本港方面的一个大型科技股 当然会短期被债息一直回落 大家投资意欲 其实都会跟随着杜子那边做得好一点 杜子那边做得好一点 但其实你说整体上 其实你说美国方面的杜子 其实保持了高位 但我们本港上市的科技股 都还是在这些位置拉脚 或者做上落整股 因为始终内地方面的一个反垄断调查 或者大家对政策上的一个阴霸 都还没说消退 所以可能就有大眼的幅度 暂时来说都还是受限制 但如果你说只是挑选股份 当然大家都是齐齐齐一齐走的 如果你说短期来说 可能教育突出可能会是京东 因为刚才Fish也提过了 那来着京东618 但如果你说一男子那样看法的话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一刻 开始存回一些恒生科指的ETF的产品 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 尤其是你说这个市场本身 你说整版科技股 大家一起同步行的话 那往往个别都有不同的 资料反垄断的一些消息去到左燃 那所以其实买一些ETF的产品 会可以叫那些男子买下去之后 爱那其实也没有那个离任费 那个费用就是增加了那个成本 那所以相对来说 我觉得他们也可以在这些位置 开始分住吸纳一些ETF的产品 对吧 对 您